今天我们来看一家轻资产的水电公司 川头能源 之前在分析长电和华能的时候 我们特意强调水电是极重资产的行业 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一般在80%以上 但是川头能源比较特殊 我们先找出这家公司的核心资产 并且对估值的方法做简单介绍 根据2023年的中报 川头能源的固定资产加载件工程 合计占比到14% 但长期股权投资的占比为65.8%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公司的经营模式 以投资开发经营管理清洁能源为主业 对于投资开发经营管理这八个字 在19年的年报当中有过解释 即开展水电业务采取了两条腿走路 控股也就是自主开发建设和经营 以及参股其他水电公司 并且参股模式占大头 控股和参股的区别就是控股电站要合并报表 而参股电站则进入长期股权投资 不合并报表 通过投资收益来体现利润 初步确认了核心资产来自参股电站 我们接着来看两种模式下的水电装机量数据 截至二三年的一季度 控股水电站的权益装机量是112万千瓦 参股电站的权益装机量大约是1156万千瓦 从装机量来看 参股电站贡献了91% 参股的水电公司有三家 亚龙江水电 国能大渡河 以及亭子口水电 三家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是48% 20%和20% 其中亚龙江水电独家享有全国第三大水电基地 亚龙江流域的开发权 以投产的装机量是1920万千瓦 川头能源按照持股的比例 享有的权益装机量是921万千瓦 国能大渡河公司拥有大渡河干流和支流的水电资源开发权 以投产的装机量是1173万千瓦 川头享有的权益装机量是234万千瓦 所以从控仓股的具体公司对水电装机量的贡献来看 71%来自亚龙江水电 18%来自国能大渡河公司 2%来自亭子口水电 剩下的9%来自所有控股子公司的总和 到现在为止 我们对川头能源核心资产的锁定范围又缩小了一圈 仓股的亚龙江水电和国能大渡河公司 其实除了水电 公司也开始扩张在其他清电能源方面的布局 比如投资三峡新能源 中广核 中和汇能 分别持有的光伏 风电 以及核能电站 但85%以上依然是水电站 接下来我们再看两项核心水电资产 对公司的业绩贡献 按照各业务分布统计的财务信息 电力业务分布是控股电站部分 投资业务分布是参股电站 粗略估算 22年参股电站贡献了76%的营收和91%的利润 再从具体参股公司的数据来看 亚龙江水电的净利润是73.6亿 川投享有的投资收益是35.5亿 而公司全年的税前利润总额也只有36.14亿元 亚龙江水电贡献了98%的净利润 所以对川投能源这家公司的分析 核心是要盯住亚龙江水电 接下来我们就仔细看 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亚龙江水电的资产结构 就很符合水电重资产的特征了 23年半年报中 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合计占到总资产的比重是93% 亚龙江水电有两大股东 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 国投电力的持股比例是52% 是控股股东 要合并报表 公司目前已经投产7大水电站 持有的装机量合计是1920万千瓦 在建的水电装机量是342万千瓦 包括有卡拉水电站 和孟底沟水电站 预计分别要在29年和31年才能够投产 除了水电 在建项目还包括有光伏 风电项目 但核心资产依然是水电 既然川投能源的核心资产是亚龙江水电 我们可以先对亚龙江水电来估值 然后按照持股比例 大致估算出川投能源的合理价值 这里我们选用之前在南网储能当中介绍的重制成本法 假设亚龙江水电目前已经投产的1920万千瓦的水电站 如果全部重新建设需要的投资总额是多少 水电建设有一个特点 伴随着水电开发逐步向中上游地区推进 建设条件会越来越复杂 再考虑到生态环保等因素 单位投资成本会小幅上涨 我们选取最近投产的三个电站作为参考样本 分别是21年投产的杨房沟 乌东德和白鹤滩水电站 两河口水电站的单位成本过高 为了避免估值的结果过于乐观 不予考虑 第三个电站平均单位的建设成本是每千瓦1.22万元 亚龙江已投产的水电站合计价值为2342亿元 再加上再建工程的总价值合计约为2453亿 再扣减掉948亿的有息负债 剩余就是净资产 按照川头能源对亚龙江水电的持股比例 可以粗略地估算出川头所享有的净资产数值 随后还可以按照这一方法 分别计算出川头能源控股 参股的其他水电站的价值 当然这只是个最粗略的估算方法 结果也仅供大家参考 后续公布年报之后 我们还可以按照自由先进流折线的方法再算一次 两种方法对照来看 其底川头能源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 与其他水电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同 川头能源偏轻资产 以控股加仓股的模式持有水电资源 并且仓股占多数 仓股水电站不合并报表 以长期股权投资进入资产 以投资收益反映利润 第二 川头能源的核心资产 是持股48%的亚龙江水电 公司从亚龙江水电获取的投资收益 占净利润总额的98% 第三 对亚龙江水电的估值 方法之一是重置成本法 即按照当前的建造成本 重新建设旗下所有的水电站 所需要投入的资金总额 和 Dieses椅子团的 iş行 fruit 发生顽利润 变码 第二